交付作用 其實第一劑 事實上是比這個 A力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上次其實有 有提出來就是比較A力跟莫德納的 這個施打 前兩三天的一個 就是有沒有發燒或是這個 就是接種部位的紅腫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 是A力的第一劑 就是會 會稍微就是紅腫 就是這個紅腫跟發燒的情形會稍微多一點 那莫德納會第一劑 會比較少一點 那比如說A力的第一劑 可能有26%的發燒 那莫德納大概是第一劑 大概是3% 那聽說莫德納的第二劑 的負重會比第一劑會比較高 這大概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部長好 PPBS提問 想請教一下 因為先前新北和台中的百貨員工確診 地方政府都有設快篩戰 但是在北市信義區的百貨 輪流有櫃姐確診 但是都只有停業一天 沒有一家有設快篩戰 讓很多員工都很擔心 那請問一下 指揮中心會不會認為說 只要有百貨員工確診 應該都要幫員工快篩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 有民眾表示 打完新冠疫苗 身體會出現莫名的磁力 可以吸附鐵具 而馬來西亞也有這樣子的個案 想請問 真的會有 這樣的現象嗎 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我想事實上就是說 每一個 相對有個案發生的時候 那都會根據這個疫情 相關的一個規模 那最主要是會做相關的疫調 然後加上這疫情的規模 就好像我們常常在解釋 像在醫院 大家可能會比較瞭解 在醫院有一個個案的時候 在一個病房 那我們就會把他周遭的人 就把他 匡列起來 同病房的 那同病室的 就會列為風險人員 然後當在其他的病室或同病人員 再發 再多一個病例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把同病室的都列為 相關的一些要匡列的人員 所以都是基本上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他的一個疫情的大小 跟他的一個密度 還有他的一個關聯性 來設定 該要採取的一些相關的作為 所以在有一些百貨公司 可能他在裡面 他認為他的足跡比較廣 來往的人員比較多 或出入公共的場所 也比較多 那可能會 做一個全面的採檢或分樓層的來做 那有時候在相對的上班的情況 相對的 單純 然後對於感染源有充又有一個 相當情況的一個掌握 那根據他曝露的 時間 跟他足跡的複雜度 那也決定 做一個周遭的一個匡列 那就根據 相關的一個情況 去做一個最恰當的安排